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乔治亚州一名妇人在家中后院休息时,见到自家卡车前站住一只野生山猫,恶狠狠地盯住她看,她只来得及拍了一张照片,山猫就扑上来对她展开猛烈攻击,这名妇人被咬到浑身是伤,但最终还是凭挤住双手将她掐死,随后自行驾车就医综合外媒报道。 这起事件发生在上周四,7日,46岁的妇人菲利普斯,迪迪·菲利普斯,是5岁孙女的祖母,事发当时,她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在后院休息,没想到卡车前突然出现一只体型壮硕的山猫正盯住她看。 由于这情况相当罕见,菲利普斯决定拿起手机拍下画面,并将照片传给丈夫,想不到山猫就在下一秒钟发动攻击。 双方立即陷入颤抖,菲利普斯的手掌,手臂多处遭咬伤和抓伤,山猫剃刀般锋利的牙齿划破她的皮肤,导致其趾关节高高肿起。 不过,菲利普斯最终凭击住体重差距成功钳制住山猫的动作,并将其掐死。 报道指出,菲利普斯在结束战斗后立即拨打电话给野生动物管制局,在相关人员抵达现场潜自行驾车就医,经初步检查及治疗后暂无大碍。 不过院方安排她接受一系列狂犬病疫苗接种,预计费用将超过1万美元,约核心台币30万元。 菲利普斯事后对媒体表示,事发当下她其实非常害怕,但一想到5岁孙女在家,她便完全不敢叫出声来,生怕尖叫声会把孙女引出门外查看而遭闪猫攻击。 菲利普斯表示,自己最终在无声的战斗中成功掐住山猫的喉咙,并用体重压制住后者,我知道这是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方式。 菲利普斯将这次成功生存归功于她的父亲,由于后者曾以狩猎每周报为生,菲利普斯相当了解大猫的习性,他说,他们会试图攻击你的颈动脉,一旦咬穿颈动脉, 你会在数分钟内死亡。